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没讲过 我觉得这个可以讲一下关于当代艺术这个块 因为对于所谓当代艺术来说 在西方其实他已经不重视所谓的类型的区分 因为有很多艺术家他可能从事的是多种媒介的这种创作 但是在中国就很奇怪 因为这个所谓的中国国化 怎么样去进行这种现代化的进程 就出现了这个当代水墨的这个问题 杨老师你怎么看这个 因为中国把自己的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标算一个国字 这个风期是胡适开启 胡适说整理国固 旧学就变了国固 现在有人把这个唐诗送诗或者旧体诗叫国诗 那我们的画是国画 2004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参加了一个由深圳画院组织的一个国际水墨画研讨会 我好几年没参加过这个研讨会那是被朋友邀请参加的很流行啊 这个题目非常的熊壮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水墨画走向 很深刻 大家都在讨论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中 中国水墨画的走向 我就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我这个发言就有点 就有点不讨好 有点不讨好 有点 我发现要是都这样子 有点问题 我发现有点问题 也可能我刚刚在加拿大带了几年回来 所以觉得很好奇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水墨画走向这个题目很雄伟 不过我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在西方就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学院学术机构大学画廊 或者说什么基金会会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 叫做全球化语境中的西方油画走向 甚至别人都没有油画这个概念 你是个艺术家的艺术家 你画油画画水产 或者画泥巴都没问题 为什么人家都没有关心什么油画 我们却在讨论一个水墨画 大家这个问题就不讨好 大家主持人一看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吗 我说真的 我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我是几年来才醒悟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热衷于讨论 这么样的一个伟大问题 我们在西方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会议 比如说加拿大 是不是我们要开一个这样的研讨会 全球化语境中的加拿大影像艺术的前景 或者说全球化语境中的北美行为艺术研讨 或者装置艺术研讨 其实是一种焦虑的 一种就是普遍的焦虑 这个问题全场好像就我一个人提出 大家一愣了一下 我说是呀 我说好奇怪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题目 我们都不要讲你讨论的内容 以至于还出现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我在大学 我们都那个时候要急于 跟国外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术联系 然后我对我的院长说了一句话 我说凡是海外来跟我们做学术联系 建立合作关系的 带有国际的这个词的 基本上不要理他 因为刚刚我们碰到这样一个机会 有一个纽约国际电影学院 要跟我们合理 我说这个肯定是 可能是华人搞的 可能是假的 或者说在纽约可能有个房间 甚至有个租客 有一个房间的话 为什么 我说只有中国人最喜欢国际 我说凡是国际的 我这个节目是不是太武断了 到好像至今为止好像是对的 凡是有个什么国际什么什么的 就是说为什么我那么关心国际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是因为只有我们在不断的强调 国画或者水墨化 以至于中国的国画界主流 对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个展满 可以说是义愤填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在水墨是吧 因为参加这个 我们大家都管这个 这个画展 不是基本上 我觉得可能根本就没有 中国水墨化界的主流的团队 或者艺术家参与 比如说我想 他们就不会邀请范真去参加 邀请范真参加的 可能就一笑大发了 而且他们请了 为什么我们的国画界那么愤怒呢 他们请了 基本上都是没有笔墨的 没有笔墨传统的 于是我们就来了 中国水墨化有一个边界 水墨化 这个边界叫笔墨 什么叫笔墨呢 哪个笔哪个墨化就是笔墨吗 不是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笔墨是个特定含义 这个是个特定含义 我们也看老外化水墨 我们就笑一笑 没有笔墨 什么叫笔墨 这个问题也是很 也是很绕口 也是很绕口 这是个边界 我曾经在 我曾经在写过一篇文章 也谈到这个水墨创新的问题 当然我当时还没有 后来的认识那么清楚 不过当时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说水墨往前冲 创新 但是一不小心发现 后方出现了崩溃 这个崩溃的意思就是 如果连水墨都否定掉了 那水墨还存在吗 因为我们老在强调水墨水墨 离开中国了谁还讲水墨呢 其实因为任何一个西方人拿起瓶墨水 拿起把刷子乱刷 为什么不叫水墨花 所以笨墨就有一个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概念 所以我们才有我们的中国的水墨花 然后还有人家看到这种水墨性 我都想不通什么叫水墨性呢 水墨性 水墨性就是用水墨 反正用水墨花了就没有水墨性 为什么只有礼花了才有水墨性呢 那是因为你每天临摹南庭旭 每天临摹赵孟福的字体 那如果一个中世纪的抄写员复活了 他用抄写圣经的花题字 但是用的材料是水墨 那凭什么人家就没有水墨性 为什么只有我们写那个南庭旭的才有水墨性呢 于是别人就告诫我那些中国的那些著名的家属 你不懂 因为水墨性比方中国性 你说我更傻 什么叫中国性呢 这个 杨老师我插一句 就是这个令我想起那个关于书法的这个问题 就是英语里面直译过来书法叫calligraphy 但是有些人就发现不是我英语 这个calligraphy其实就是西方的这种 这种花式的写字 我们中国的书法不能够用这个 要用拼音书法这样子 我怎么反正笑死了 这些概念进入近代以来 其实这些概念本身是个社会问题 但水波化的确是这样的 只有中国才认为这个水波化 是一个很稳固的团体 以至于发出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就水波化才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创新 刘国松的这个抽下水墨 为什么抽下水墨 为什么叫抽下水墨 其实我抽下水墨就不同于你的抽下话 为什么要有水墨 有些人就说中国的水墨 这个所谓笔墨 它是有一个功力在里面 有一个功夫 就好像你说它要经常的练 然后笔就有 比如说笔静笔利 诸如此类的这种说法 你怎么回应 当然有这个说法是对的 不过功夫就是功力 功力就是练的很多也有掌握的一套技巧 不就是技法 不就是图示 现代主义不是反功夫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反熟练 反技巧 你越是有传统的功夫水墨 那你越怎么跟现代结合呢 所以我常常想起那个伟大的 或者说是荒唐的杜昌先生 那个小便词 是艺术还是不是艺术呢 那我们对着这个杜昌 这个讨论笔墨 功夫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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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区的这个笔法 我估计 我估计 杜昌就会把小便词拿出来 心里小便吧 先生 全都失效了 这些都 全部都 但是 但是这是一个现象 就是说 我们不能认真讨论水墨系 但是我们要认真讨论的是 为什么只有我们中国 才特别强调 这样一些概念 有一个水墨化解而已 为什么 所以我们才强调这种领域呢 这本身导致一个问题了 就像我曾经 去了英国是吧 广州美学院的一个项目 是到英国考察水彩化 因为中国人都相信 水彩来自英国 水彩是英国的川普 所以呢 水彩必须要探讨人家 讨论人家祖宗地区 寻找水彩性 然后呢 上飞机之前 我就跟我同学了 两个老师说 我们去伦敦 采访一下 史莱德美术学院 伦敦美术学院 到曼切斯特采访 这次不是采访 去访问曼切斯特美术学院 不过我先提醒你们 肯定没有水彩化系 可能没有呢 可能会有水彩化教研史 人家传统来的 水彩化教研史 我再提醒你们一句 可能我们还找不到 一个所谓的水彩化家 医生就说他怎么画水彩 果然 在英国十天 他们终于相信我的判断 因为我们的确 才发文过这几个美术学院 他们一提醒你们 来采访水彩化系 我们就没有水彩化系 或者你们这个水彩化教研史 因为水彩是你们传统 水彩是我们的传统 英国王子喜欢画水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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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没想到它是传统 是吧 是吧 刚刚去世那个 那个什么菲利谷清王 也是个水彩化家 但是不水彩化就水彩化家 然后我就笑 我说 我说是这样的 只有跑到中国才有水彩化系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水彩 这里边 哎呀 这里边的问题 就不是一个艺术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这个东西交流 东西冲突 中国的这个被列强欺负 我们进入一个更新的阶段 这更新阶段呢 就可能有两难 一方面 我们要继承我们的伟大传统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大家 对近代史有所了解的话 我不知道世界上 有哪一个民族 臭骂我们的祖宗 到了我们的程度 不 儒家是我们的传统 这个孔子是我们伟大的先师 不过大家记得吗 最想的那口号叫 打倒孔老二 打倒孔老二 是吧 这个什么时候我们在西方 听到有说 喊一句 打倒反动的苏格拉底 没有了是吧 他们说中世纪 19世纪 20世纪说 中世纪也就是黑暗而已 也没有说 也没有说到这个程度 只有我们说打倒孔家 打倒孔老二 打倒孔家 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确在 这个一百多年的确 进入一个这样的一个 更新状态 这可能是一个更新状态 所不可避免出现的现象 当然了 现在我们之前先回来了 我们又开始重新要讨论水墨 水墨还都必须存在 因为外国人是画不好水墨 我们不相信一个老外 能够写得好安庭曲 我们不相信一个老外 画上去画得过 画得过 皇宫望 要复春山居图